好 大家好 大家關心立法院明天就要舉行 正副院長的選舉投票了 今天呢民眾黨也公布 他們的最新投票意向 將會在第一輪投給自己人黃珊珊 如果第一輪沒有產生出正副院長的話 第二輪將不參與投票 言下之意呢也是代表韓江沛出馬的 這個機率是相當大的 那對此這個民進黨推出的郵昌沛 有最新回應 帶你來聽 尊重民主的結果 民主的結果它事實上在 原例十三號的時候選民都做了決定 那如果沒有選上會有其他動作嗎 會請辭立委嗎 我想這個所有的假設性的問題 我今天都還不便答覆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我會尊重民主選舉的結果 韓江沛有考慮說 乾脆在第一輪關票給黃珊珊 那如果韓國瑜沒有上的話 江啟臣就會退選 那到時候副院長至少你是可以保住的 你這個問題應該去問柯總召 不會問我跟郵院長嘛 我想這個是黨團的決定 我們兩個被推舉為政府院長候選人 那所以我想黨團的決定 並不是我們 我跟郵院長可以去討論或者決定的嘛 好 誰可以聽到游錫坤跟蔡其張 都會回應說會尊重明天的投票結果 因為這個是民主政治 每個人都是候選人 但也都是選民 因此會來尊重 那兩個人的下一步 如果沒有當選的下一步會是怎麼樣呢 這個游錫坤則是回應說不回答假設性的問題 蔡其昌則是強調說在自己的位置上也能夠做得很好 另外黃國昌稍早也有是表示說替這個游錫坤來抱不平 認為說他被派系來綁架來挾持 游錫坤則是回應說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因為這個游錫坤是回應說每個人都要不公開 所以我們都要不 comun進去 因為新的游錫坤是回應說的 突然把 landing走在街上 搭配團第一線出來 都要搭配